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成年人的社交冷清,突然不想说话,也不想回消息,反而是一种幸福。 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,在某个阶段,不想跟任何人说话,不想参与任何群体性的社交,不想让人闯入你的生活,不想被人打扰, 你只想独处,躲起来,宅在家里,不允许别人突破你的边界,整个人的情绪状态是,偶尔烦躁,情绪低迷,失去欲望,什么也不想做,只想躺着,这种状态,根据每个人的情况。 持续的时间也不同,有些人,一两天就好,也有一些人,或许需要一周以上的时间,才能恢复状态,这种阶段性向独处,不想社交的状态,被称之为近些性冷漠,而近些性冷漠的本质成因, 对周围的人或是过度共情,导致你的内心感到疲惫,压抑,焦虑,甚至是麻木,顿感力增强,感知力降低,于是,你只想逃离,缩回此理,看透了人情冷暖,沉默这个词,听上去有些憋屈,似乎只有经历了打击,才会让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,的确,有些人的沉默。 是出于无奈和妥协,但对有些人来说,沉默是一种主动的选择,他们知道,每个人都有各自忙碌的生活,除了家人,爱人和朋友,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自己,真心希望自己过得好,你说你很苦,会有人告诉你,他比你更苦,你这算不了什么,你宣泄委屈,会有人不懈地说,多大点事,之余吗? 你分享成就,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,极力打压你,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,不如保持沉默,安静过好自己的生活,被称为人间清醒的杨幂,就深安置一点。 在综艺节目《亲爱的请放松》中,张大大问他,为什么生病的时候,从不向他人寻求关心? 他回答道,你真的觉得别人会关心你吗?你跟别人讲这个事的时候,会有多少人感同身受? 就算说了,也只会得到象征性的一句亲爱的,你没事吧?顺便感慨一下他工作真辛苦,而生活的苦和累,只有自己能体会,也只能靠自己来承担。 新姐很喜欢这样一句话,人一旦看透了,就会变得沉默,不是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,而是没有了逢场作戏的兴趣。 与其浪费时间向别人倾诉,得到几句敷衍的回应,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,就像电影《当幸福来敲门》里的克里斯,在穷困潦倒的时候,没有逢人就诉说不幸,而是咬咬牙挺过难关,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,把嘴巴闭上,把精力留给自己,让内心修炼得更强大。 才是过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,不擅长社交,干脆放过自己,对一个社恐来说,不适应的社交场合,简直就是噩梦,就算不说话不动弹,也觉得浑身不自在,尤其是不得不与人打交道的时候,更会产生抵触,甚至排斥情绪。 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社交焦虑,这样的人,往往也是完美主义者,他们渴望在人际交往中,做一个八面玲珑的人。 只有好的社交表现,才会让他们有价值感和成就感,可是越在意的事情,通常越容易出错,就像心理学上的莫非定律,越害怕的是,越有可能发生。 当一个人害怕在社交场合中表现不好,就会格外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,一举一动,任何一点小小的差错,都让他们觉得尴尬和难堪,他们放大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表现。 还有别人的反应,别人一个异样的眼神,他们就觉得实在向自己表达不满,一句不嫌不淡的话语,也能在他们心里上演一场大戏。 谁都想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,拥有好的人际关系。 可是社交能带来利益的同时,也会带来压力,当这种压力大到让人批于应对,有些人就会选择摆烂,放弃不必要的社交。 对于不擅长的是,不必勉强自己,面对无法承受的压力,退缩也不失为一种选择。 当然,退缩不代表原地踏步,也不代表他们会封闭自己在不适应的场合。 他们会选择沉默,不主动和别人交集,但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,他们也许是个话牢,在熟悉的人面前侃侃而谈。 他们的理想生活,就是活得轻松一些,和相处舒服的在一起。 不必为了刻意迎合别人,而为了自己,内心有过创伤,不愿敞开心扉。 电影《一个叫欧维的男人》决定去死,相信有不少人都看过或听过。 电影的主人公欧维的一生,可以说是充满悲剧。 7岁时,母亲因肺劳过世,16岁父亲意外身亡,后来住的房子也着火了,她变得一无所有。 直到遇见挚爱索尼亚,她灰暗的人生里才开始有了光,她和索尼亚结了婚,还有了孩子。 就在她以为幸运终于降临到自己身上时,悲剧再次发生,一场车祸夺去了索尼亚的双腿和他们的孩子。 到这里,她的人生已经足够悲惨了。 可谁曾想到,命运的捉弄还没有停止,妻子因患爱离世,没走出丧气之痛的欧尾,又被公司提前安排了退休。 一次次对生活重拾希望,又一次次被打击,一次次与周围人建立感情,又一次次被切断,她开始放弃对生活的期待。 变成一个看似不尽人情,性情乖张的人,在外人面前,她越来越沉默,不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经历,也不爱跟邻居来往。 她唯一的倾诉对象,就是索尼亚的墓碑。 她知道,有些事情,只能靠自己消化。 既没人可以说,说了也没人会懂,只有把自己封闭起来,才不用面对新的伤害。 当一个开朗的人变得沉默,很可能是,经历了一些事情,让她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。 也许是至亲的离开,也许是恋人的背叛,也许是事业上的失败,巨大的打击,让人无法承受。 才会用沉默保护自己,隔绝和外界的联系,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,充满无助和煎熬。 只有足够真诚和有耐心的人,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,打开他们封闭的心,与周围人不同品,不愿勉强和群。 有人问,为什么人越长大,越喜欢沉默?有个高赞回答是,因为有些人无话可说,有些话无人可说,友情也好,爱情也罢。 我们这一生都在寻找和自己同频共争的人,越是个性单一,越容易遇见相似的人。 而精神世界越丰富,个性越强,往往越难找到同类,就像一双好看的鞋。 往往不是百搭的,只有那么几套恰到刚好的衣服,才能凸显它的价值。 不愿勉强和群的人就是如此。 当他在人群中找不到有共同兴趣爱好,三观相似的人,就很难跟人交心。 别人的话题,他们未必感兴趣。 他们的观点,别人未必能理解,但出于礼貌和尊重,又不得不假装迎合。 这就会让社交成为一件既消耗时间和精力,又让人心累的事情。 如果这种社交能带来回报,他们还愿意附和别人。 如果没有任何意义,他们就会放弃无用社交,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。 比如说,阅读、写作、画画。 这些事更有乐趣,也更有价值,他们就愿意去做。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 那些喜欢独处的人,往往更注重个人时间的价值,也更注重回报比。 在独处的时间,他们能自我探索,提升自己,获出自己的价值,不爱说话,不跟别人来往。 并不是因为他们内在空虚,恰恰相反。 正是因为他们内在丰富,才不需要通过和别人相处来获取能量。 他们的能量是自给自足的。 他们更喜欢探知自己的内心世界,与不同品的人打交道。 对他们来说,就是在浪费生命。 做自己人生的掌舵者,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,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。 冷眼旁观,才能看清人心。 惠律法师说过。 当你要开口说话时,你所说的话,必须比你的沉默更有价值才行。 沉默是今,你一开口,就可能说错话。 尤其是你对事情没有看透的时候,一句无心话,得罪有心人。 如果你信口开河,得罪人是必然的。 长此以往,你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。 聪明的人,都在不动声色地观察别人。 看透了。 不说透,不论发生什么事情,第一时间是观察。 然后是听别人怎么说,到了非得开口不可的时候,才发出自己的声音。 与人交往时,你保持沉默,就能从别人的言行中发现美好和丑陋。 到底要和谁交往,你就心中有数了。 三国演义,第三回李写道,良情则目而期,贤臣则主而逝。 交友的关键是识人。 别让自己的一片好心,给了狼心狗肺的人,学会精准交友,朋友不多。 但是个个热心,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,你能够更专注地去做某件事。 比如,读书的时候,你能沉下心来做这件事。 不会有人打扰你,写字的时候,你会越来越投入,并且喜欢上这种状态。 冥想的时候,你感觉到触摸到了自己的灵魂,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想法。 你发现自己的不足,总结自己的人生,反思自己做错的事情。 最后及时修正并改变自己,这些都是独处带来的好处,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 而这些好处,是你在社交中不具备,也很难去拥有的。 更重要的是,独处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由内而外散发的放松、惬意和舒适感。 独处并不是孤独,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上的满足。 灵魂上的充盈,在世界名著《瓦尔登湖》中,有这样一段话:"我爱独处,我从来没有发现比独处更好的伙伴了。 在多数情况下,我们外出到人群中去,要比独自待在屋子里更孤独。 《瓦尔登湖》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? 梭罗生活在这片孤独的土地上,随着春夏秋冬,白天与黑夜,阳光与月亮的交替中所感悟出的人生,生命与孤独的真正意义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